來 比較喜歡哪一隻 難選喔 很難選耶 真的很多人來過耶 而且看起來 爸爸有來過兩次 讓我地下那胡椒粉好了 好 它辣椒看起來也很猛烈耶 你這湯太多了吧 失手 不過真的滿多人來的 湯匙… 這有好小心吃 對啊 這裡真的很多人來過耶 而且看起來爸爸有來過兩次 這個重力 這個也是重力大集了 那你是2007啊 沒有啦 都是同一年 那它那個是12月 它那個是7月 它那一年就來了兩次 對啊 這麼好吃喔 太愛吃這家了 我這個是餛飩板條 這是客家的那個板條 對啊 這個是客家的那個麵 乾麵 乾麵 客家乾麵 這家真的超多人來吃過 我看到牆上真的滿滿的照片 光剛剛那個端上來就很香 對啊 而且你看它超大碗的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講它的這個 老闆娘 這是雞蒸嗎 這是雞蒸 妳的雞蒸 鹹水雞蒸好好吃喔 對啊 對 這個它用那個涼拌的 這個很好吃耶 我可以吃看看 老闆娘 妳剛剛端上來這個是 對 這是我們點邊的招牌 招牌嗎 對 大骨肉 大骨肉 跟一般的瘦肉不太一樣 吃起來就是馬骨肉 這是牛肉嗎 是豬肉嗎 大骨肉應該是豬肉 沒有人說這個是臉頰的肉 那很嫩耶 妳再幫我幫他一起湯那個辣椒 你們那個辣椒看起來很厲害 對 太豬了 自己做的 你們自己做的辣椒是嗎 對 妳建議我們這個要加醋嗎 對 加醋 這樣我們就加一點醋 因為醋的話它可以 它可以放的 去油 所以這個醋也是你們自己做的 對 我們的客人也是最愛的 都是自己做的 我們醋香香的耶 很甜的感覺 它加醋真的有點不一樣 整個湯變更甜 對 我會覺得它湯很好喝 不想把它喝完的那種 它那個胡椒粉也很讚 這個嗎 對 剛剛是炸的 雖然剛剛失手 但是它其實它不會鹹啊 那就是一個胡椒香 這餛飩很好吃耶 它餛飩是屬於那種皮 它很薄很薄 然後一口剛剛好 對 很好吃耶 它肉的話是我們用的是黑毛豬肉 黑毛豬肉 黑豬肉 所以它沒有那麼… 腥味沒有那麼重 對 很Q 我覺得你們的小菜也都很好吃喔 它板條很好吃啊 Q喔 板條就是這邊招牌啊 它這個很好吃 對啊 那個超好吃的 它加一點 它加醬 所以我今天點的這一個是 餛飩板條 好 餛飩板條有蛋的肉 喔 它有吃到 它的蛋是這樣的滷蛋 滷蛋是有鴨蛋的 喔 這是鴨蛋喔 對 乾麵的話好吃 但是那個有蟲酥 喔 有蟲酥 這個嗎 嗯 喔 它鴨蛋很香耶 鴨蛋 鴨蛋吃起來比雞蛋更有嚼勁 滷蛋像 鴨蛋 鴨蛋 鴨蛋的時間 有 很入味耶 而且它配湯超好吃耶 這樣一碗是多少錢啊 一碗才100塊 一碗才100塊 好 我可以天天吃的 你真的找到你命定的麵店 對 謝謝老闆等一下 謝謝 好好吃喔 有沒有吃一點乾麵 好 它的板條跟麵都好 麵食就是很厲害耶 對 它油蔥酥的香味好香喔 對 它麵條跟一般的黃麵不一樣耶 它有更Q耶 還有那個醬 那蔥也很多啊 它吃起來跟一般黃麵 完全不一樣的口感 喜歡吃麵的朋友 會很喜歡吃這個 很Q 你比較喜歡板條還是麵 我喜歡餛飩 然後我喜歡喝湯 對 我覺得它的湯真的很好喝 它的表現耶 難選喔 很難選耶 不過可能也還是會選板條耶 因為它板條的湯真的很好喝 它板條也滿Q的 而且很Q啊 比較特別啦 我覺得 客家板條比較特別 也要喝了 酷 嗯 吃 吃 妳 吃 感谢观看